署長好 大家好 謝謝謝謝辛苦 他是警政署長陳嘉欽 會下掌管全台近8萬警察大軍 但這個月底他即將卸下鐵甲 為什麼你會想提早退休 是跟人事案有關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說太低估我了 我怎麼會受到那種事情的干擾 而就困難要退休 絕對不是這樣子 我是大局 我在想我是大局 整體警察 因為我愛警察 面對外傳 內政部長徐國勇 火速批准提前退休申請 政治角力介入 掀起警戒人事鬥爭 他一笑置之 畢竟一路從一線四清小巡關 最後成了警戒龍頭 造就氣度跟格局 但要當大哥可不容易 你們都通通出去好不好 很危險趕快出去 我是經過很多槍戰 然後把生命撿回來的 所以我常常告訴我的家人 告訴我的同仁 我說我在槍葬 命都撿回來了 還有什麼會讓我重視的 我怎麼會重視我的職務 一個升遷或是去留 生命最重要的 104年 蛇業 那個加持案 我就很大膽的做決定 我下令 只要歹徒越雷尺一步 就給我開槍 任何結果負責任 我們在打炸的部分 在偵辦這些詐騙集團 是警察 單打獨鬥 現在把它提到行政院的一個工作組 就是組成打炸的國家隊 對於打擊黑道 我覺得斷金流是最重要的 斷金流 所以打炸這個也是在斷他們的黑道的金流 毒品也是斷他們的金流 歷經無數槍林彈雨 這位警戒鐵漢 從警42年即將劃下句點 一本初衷 終身愛盡 法定雷 有一層